Hello大家好我是Luna 我是费城的一名房产经纪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具体来讲一下费城未来房地产的发展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费城的历史 费城拥有大都市地区的文化产品 它是美国众多城市当中比较古老的城市之一 那么费城呢它是有许多历史性的标注性建筑物 然后还有标志性的流行文化 费城也是1774年到1775年两次大陆会议在此召开 并且通过了独立宣言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费城的经济 在费城它有好多个世界前500的大型的公司 里面包括了电信巨头Comcast 然后还有保险公司Cigna 费城也同时具有了比较大的几所特别有名的高校 当中包括宾大然后天埔大学 所以众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经济还有一些教育 它在费城都是比较显著的 它是一个好的投资的城市呢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第一就是一个就业率 它是否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就业市场 然后第二我们要看一下费城它大概的人口流动量是怎么样的 它是年轻人流动到费城呢 还是说年轻人是往外移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三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它这个建筑跟新型发展的一些新房子 它的这个permit的数量是否有在盖很多新的房子 新的房楼是不是在建新的房楼 在费城你可以看到就有大型的一些企业有很多小的一些small business 然后呢费城特别是市中心它有几个地方像Rittenhouse Square, Logan Square, Fishtown 它这些城市跟这些upcoming area就有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你一出去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咖啡屋啊 然后很多的一些娱乐消遣的酒吧 它就是一个年轻人特别喜欢生活的一个城市 也可以说做是一个小纽约 所以费城的人口会不断的增加 然后我记得2017年那个EagleWing Super Bowl的时候 那段时间就是费城有好多人就喜欢年轻人喜欢搬去市中心去生活 同样的在市中心它像南费城 然后还有Sandar City 它的一些房子就有很多从旧楼翻成了新楼 然后呢你在30万左右的美金 你就可以住一个非常就是大的就是全新盖的那种 在南非城的那种大楼 然后你也可以享受10年的那个tax abatement 就是说你的地税会变得只有几百块钱 就非常的便宜跟优惠 然后你也可以住个完全大的新楼 而且那个时候你去市中心上班的话 你走路从南非城过去就15分钟到20分钟 如果你开车或者坐地铁就更加方便了 就10分钟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费城 房地产它的那个未来发展会非常好 跟它得天独厚的这个地区的优越性也是有关的 它开车去纽约只要两个小时 然后开车去华盛顿DC也只要两个小时 从Chinatown或者是从费城的这个东北区 你坐那个大巴去纽约它也是有航班的 每天都有每隔几个小时都有航班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 在今天视频当中我主要还要再给大家来 就是稍微了解几个区域 第一个是Chesna Hill Chesna Hill它这个看图它并不是在费城的市中心 而是离费城市中心大概开车20分钟的地方 它里面住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高管 然后律师医生 然后呢它这个房子都是比较大 算是郊区吧 它大概的平均就是中位数是在62万左右 然后呢它这个出租的话价格在1600到1800不等 那么Chesna Hill它是在费城排名就是第二的neighborhood 就是非常适合居住的也非常的安全 下面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Logan Square Logan Square是在费城的市中心 它这个中位数大概是在52万左右 在Logan Square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它住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也是企业高管 然后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大概年纪在比如说40岁到50岁 它的这个出租可以租到1800到2000 然后再剩下那个区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叫Fishtown 我们也可以称作渔村吧 它如果开车去市中心的唐人街 大概就10分钟 走路可能15分钟 这个渔村呢它现在的发展也是属于就是发展越来越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条街它有好多新盖的楼 然后Amazon的那个超市 也就是最新也盖在的是Fishtown 然后它这个主要的中位数大概在35万左右 然后可以出租它能租到1700 然后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地方 像Millennial 然后就是90后 80后都喜欢住这个Fishtown这附近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具体主要讲解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费城的房地产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